在蒲正兰的记忆里 自从上任狄书记忆以来 周末的概念已经逐渐模糊 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 今天是周六 忙完村里的事情 蒲正兰终于有机会回家了 祖村的时候儿子才半岁 为了扶贫工作 他忍痛将半岁的孩子留在家里 没想到这一流就是一年多 尽管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和儿子在一起 但相处的时光总是最珍贵的 一顿简便的午餐就是家的味道 也是扶正兰最迷恋的味道 和扶正兰一样 俄木耳坡也鲜有时间与家人团聚 偶尔一个可以休息的周末 对她来说十分珍贵 大女儿最近生病了 自己却没有时间照顾她 这让俄木耳坡十分内疚 祖村的这些天 都是妻子急绝而无管理家里大小事物 对此俄木耳坡一直心存感激 团聚是短暂的 第二天一早 俄木耳坡便要乘车返回村里 张公璞 这个探索新扶贫模式的年轻人 刚刚回四川广播电视台 回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年迈的母亲 补过一个迟到的母亲节 从农村来到城市 又从城市回到农村 张公璞从没有忘记 当初妈妈的教诲 一年时间 从年珠节到农家乐 从核桃到花椒 从无到有 从有到忧 张公璞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对母亲的承诺 不管是坡正兰 还是张公璞 俄木耳坡 他们都因为青春的使命 和共同的责任 走进农村 走进大山 用爱心和坚守 交出脱贫致富的漫漫长路 而在这条路上 不仅有他们 还有更多将青春信念 注入泥土和大山的第一书籍们 在精准富贫的政策下 全省约1.5万名第一书籍 下派农村 他们走出繁华的都市和舒适的工作岗位 远离家人 背负着庄严的承诺和神圣的使命 走向田间乡野 把青春的基钱 炼燃在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今天 他们像一颗颗种子 洒落在乡间 在土地 在大山里 明天 幸福之花 必将开遍山野 先给广大扎根农村 奉献青春的第一书籍们 你们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